妹妹 妹妹 那个蓝峰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好了让我当掌店 就没有下文了 这救了兄长自己了 我 我怎么了吗 兄长答应我要做足功绩 结果是靠篡改做足的 如此这般 掌店之位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我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妹妹 你是不知道啊 那天宫的功绩有多难修 时间紧迫 一时我哪修得过来嘛 妹妹 哥哥 勒结僵致 前两次都失败了 要是再不成功的话 我就永远生不了上军了 你 哥哥我 堂堂孔雀王的长子 却一直停留在下军之间 那岂不让仲仙笑话了吗 你若真有此心 为何不早早勤修苦练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妹妹 那四平殿里 有一个仙器玄武盾 可以抵挡雷击 若是把他借过来 这次的斗劫 一定能够成功 你功绩作为一事 是被兰锋帝君亲自查出的 想进入私兵殿 怕是绝无可能啊 那个兰锋 怎么连自己的家人都查呢 妹妹 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嘛 妹 妹妹 妹妹 你就当是为了咱们白鸟导好 你就帮帮哥哥嘛 哥哥没有人可求了 只能求你了 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 行了 我四路殿倒是有四兵殿的领牌 你拿着此令 可趁夜里无人之事 悄悄进入四兵殿 将玄武盾偷偷带出 可避你累劫 切记不可惹事 明白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哥哥没白疼你 但看他方才的神情 只怕是 仙女有意 郎君无情啊 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 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他好像把我们过去 这些发生的一切都给忘记了 他就只是把我当做师妹了 听你说这些 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 什么仙器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那件仙器 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思的 被抽取情思之人 与你的点点滴滴 都还记得 可唯独秦这一事 就没什么感受了 像被拿走一样 这 正是如此 所以阿京是被人抽了情思 不对不对 不对 你师兄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怎么会有人 想到抽他的情思呢 他是真的挺了不起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抽他的情思 但现在至少有办法了 我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不可 那被抽取情思之人 在情思被召回之前 若被人搞知的话 那他的情思 就永远消失 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如果问也不能问的话 那我能怎么办 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 你